男朋友截的士時被車門弄傷眼角 馮小姐立即找司機理論 誰知的士突然加速 她被迫捉著車窗跑了幾米 最後跌落地 而的士就不顧而去 馮小姐的手臂 手掌 和雙腳都有擦損 頸和腿部拉箱 想起事發經過 她仍然覺得好勾 不久 大家都知道的士人一向都差勁 沒想過可以差勁 其實看片段都看到我的手指 我說你不要走 要是賠錢 要是我保鏡 所以為何她突然開車時 我的手臂還在裡面 我第一次下班 當然是馬上找東西 我便捉著車窗 然後腳一直跟著跑 因為車速太快 你的腳根本跟不上 所以整個人就踏下了 事發在星期一凌晨 當時馮小姐和男朋友 在中環南桂坊喝完酒 打算搭的士回家 男朋友問司機可否過海時 司機突然開門 撞到她的眼角 於是雙方起爭執 馮小姐兼職車毛 今次受傷不僅損失醫藥費 還影響接觸 損失幾萬元 她便說已經尋求律師協助 希望可以得到司機的賠償 感谢观看